跑不了 我杀我死你 跑不了 我杀我死你 你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吗 近来 家住山西运城汪水村的老横家 遇到了一件怪事 儿子整夜梦到一个白衣女鬼 当爹的在开夜车时 也险些被神秘的无头女子所害 眼瞧着家中不太平 母亲托人请来了降妖除魔的大仙 可不料 人家刚坐下来 就语出惊人道 你儿子这是被鬼魂附体了 难不成这世界上真的有鬼 保持住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山村抓鬼现场去一探究竟 这段时间睡觉 老是做了梦 有的时候就是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在我周围来个转眼 有的时候仔细一看 就穿着一白衣服好像没瞎吧 有的时候一下抱下醒 我满头都是汗 还有的时候刚让她拉着手的时候 她的手又变成了骨头了 吓得我都不行了 后来做的梦越来越可怕 我也受不了了 想弄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还得从老横的儿子小强说起 因为高考落榜 他整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发愤读书 一开始父母都很欣慰 可半个月过去了 做母亲的却发现了端倪 小强的身体一天天笑手 连背后的肋骨都透出来了 儿啊 你这是怎么了 面对父母的询问 从小就性格内向的小强 一声不吭 扭头就钻回了房间 很快 怪事就发生了 那天凌晨 夫妻两人 对一阵惊恐的声音吵醒了 等到他们推开儿子的房门时 只见小强正一脸扭曲的 在床上翻滚 口中还伴着梦话 你离我远点 别碰我 天亮后 老横再也坐不住了 他逼着儿子道出了实情 原来 在过去的半个月里 只要一闭上眼 总会有一个身着白衣的女子 出现在小强的梦里 他长得阴森恐怖 好像还没有下巴 因为害怕 小强一直不敢靠近他 那都是封建迷戏 知道吗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女鬼 作为一名长途车司机 老横跑了半辈子一路 什么没见过 他一边安慰儿子 一边叮嘱妻子 过去一天 给他弄点好吃的 把城市落榜 给儿子带来阴影了 可谁料 话说的太满了 三天后的深夜 女鬼找上了老横 那天 他刚跑完夜车 打算回单位 咪一会儿 就在途经一段无人路时 远处突然飘过一个身影 披肩长发 长白衫 好像还没有下巴 我的妈呀 这是啥 一瞬间功夫 老横从脚底冷到了后脑勺 好在刹车及时 才没有酿成大祸 回家后 他把此事告诉了妻子 他爹 咱是不是遇到啥脏东西了 面对妻子的质疑 老横已经彻底乱得阵脚 只能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 在朋友的帮助下 一个倒是打扮的人 踏进了老横家 来者眯着眼睛 刚一坐下 就直言不回道 你们是被女鬼给缠上了 看我降妖做法 山西运城汪水村的老横家 近来怪事连连 先是儿子整日噩梦不断 被白衣女子纠缠 紧接着 当爹的又在驾车途中 看到没下巴的鬼魂 险些酿成车祸 难不成这世上真的有鬼吗 为了驱赶白衣女子 妻子托人 请来了十里八乡 有名的捉妖道士 金大仙 此刻大仙正手握一个箩筐 对着一堆玉米做法 随着双手不停地摇晃 桌子上出现了一张诡异的图案 你们看 这就是女鬼的来历 听完大仙的讲述 老横惊出了一身冷汗 前不久 山西的确发生了一起车祸 事故中 一位年轻女子被摔了出去 当场死亡 想不到居然化身厉鬼 缠上了自己的儿子 大师啊 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望着老横媳妇递来的三百块钱 金大仙略显为难道 办法嘛 也不是没有 只是要损一些我的阳寿 我怕 听到这话 老横赶忙表示 只要能除了此女鬼 钱不是问题 我院子里还有一头驴 大仙若是喜欢就拉走 事已至此 金大仙也不藏着掖着了 摆着手指头来到了院子里 口中念念有词道 天灵灵地灵灵 突然在柴火堆前停了下来 下一秒 掏出一碗水 泼了过去 紧接着柴火里就冒出来一股紫色的烟雾 煞是诡异 大师 这是 望着老横惊恐的表情 金大师缓缓道 这正是那白衣女子的魂魄 如今已经逃走了 得知鬼魂跑了 老横是又惊又喜 可下一秒 又要求他 大师啊 你好人做到底 把他除了吧 我怕他再回来作孽 一番讨价还价后 大师披上道袍 手拿桃木剑来到了小强柱的屋里 在众人的注视下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跑不了 我杀不死你 跑不了 我杀不死你 你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吗 此刻 一个道士打扮的老者 正在屋内做法 身披黑色斗篷的他 挥舞着桃木剑 一边夺着八卦布 一边口中高喊道 我烧死你 跑不了 烧死你 道士人称金大仙 应人邀请特地来 山西运城 王水村 老横家驱鬼 等到手中的符咒燃烧殆尽后 金大仙又命人找来了一斤白面 在大家的围观下 将手亲师大喝一声 冲着面粉就抓了过去 不好意思你 给我按照你 不好意思你 火 火 大仙 着火了 伴随着大仙口中的咒语 他的掌内燃起了通红的火苗 一层又一层的煞是好看 这就是三位真火 专门降妖出魔的 随着仪式结束 金大仙抖了抖衣服 拿捏着伞门道 女妖一除 你们一家子可以高正无忧了 可说是那么说 第二天一早 儿子小强又再一次被噩梦惊醒了 女鬼不仅没走 还变本加厉 有时候大白天 儿子都精神恍惚的 什么金大仙 全是假的 那就是个老骗子 事到如今 老横反应过来了 为了救儿子 他赶紧拨打120 在朋友的帮助下 小强被及时送往了医院的心理科 接受治疗 一周后 病情有了好转 据主治医生解释 他之所以整日做噩梦 大白天看到什么白衣女鬼 不过是心理疾病在作祟罢了 因为正处于青春期 他对同龄女性有着一种爱慕 可伴随着高考落榜 再加上过于内向 这种喜欢渐渐的成为了心理上的负担 久而久之 就出现了幻觉 开始在梦里 形成所谓的白衣女鬼 至于老横 则更简单了 他本身没有什么心理疾病 可在与儿子长期相处中 产生了心理上的共鸣 看着儿子因为噩梦日渐消瘦 同情之下 心疼之下 便见到了所谓的白衣女鬼 那柴火堆怎么会冒紫烟呢 还有 那三位折火又是什么 眼瞧着老横还在纠结 专家笑着 道出了真相 原来这不过是些寻常的化学反应罢了 当日看到的紫烟 是点和铝粉的混合物 在遇到水后产生的正常反应 至于三位真火 乃是手掌中抹上了硫磺粉和磷粉 因为燃点极低 只需要稍微擦拭 便能冒烟起火 事到如今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所谓的金大仙 不过是蒙吃蒙喝的江湖骗子罢了 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奇人意识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冷静 以免掉入有心人设下的圈套 你相信这世上有鬼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